大家好 又是向左網的節目時間 節目未開始前 也感謝今天為我們做首語的朋友 惠蘭 我們看到場面很勤奮 預備 一會兒我們可能會講到一個題目 但其實我們開幕之前也說 不如我們說說這次最後一任 最後施讀施政報告的特首 曾蔭 因為太多憎 許多令人憎恨的事 所以不好意思 曾德成 又曾大屋 諸如此類 不記得這個很抱歉 曾俊華 曾偉雄 五爭亂港 五爭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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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姓真的朋友 知道自己的姓真的人 那麼光東爭亂有甚麼感覺 但很肯定一件事是今年的施政報告 我知道其實現在立法會仲仲 就著對於這個施政報告的致謝 都好像還有些討論 大家也不太關心 究竟施政報告 最終借不借他 反而大家都很關心一件事 其實曾蔭權的特首施政那麼多年 都已經到五年 是不是五年 究竟這份施政報告反映到 究竟曾珊這五年的施政 究竟是補救董建華時期施政的失誤 而製造了一個政治發展空間 還是不單止延續董建華時期施政的失誤 甚至在曾蔭權作為公務員之首的 這個營證之下 甚至令到這個統治班底 甚至令到整個公務員作為一個 特區施政的根基 是進一步削弱甚至腐蝕 這個亦可以作為大家 無論是討論或回顧曾蔭權施政 或香港特區施政十年以來的發展 可以作為另一個回顧 其實曾蔭權執政應該是六年有多 因為他2005年董先生腳痛 他就接任由關施政 他其實做了任領 現在六年 有很多施政報告 他在詳細地挪列 他有甚麼做了 有甚麼 他說百分之九十多都做了 當然自然是吹水 你看看 他一連一個主題 藍天 你看看現在我們的天有多藍就知道 是吧 又說要政制去玩一局勁 真是玩到民主黨殘 玩到一局勁 到底誰玩誰都不知道 另外 在六大產業 就是吹陷家產業有無 其實他說的事 是大部份都做不到的 而堅持不做的事 最後來就做的就是所謂居屋 他任內有些政策很有爭議性 譬如拿了500億出來做強制醫療保險的機構 現在擺到現在都沒有用 這當然是非常奇妙神奇的事 錢賭出來了 為甚麼做不到呢 當然是因為民間有抗拒 而想吃這個肥肉的人也有爭議 不然夠不夠甜的藍 這個全民退休保障 我相信他也是沒有承認要求 他唯一是做了最低工資的立法 28元就是這樣 還有其他收收保保的事也有做 但是你說拿出來說的 真的沒有多少樣 但他說98元有做到 點一點也有做 有做到 甚麼都說有做到 做不做到不知道 首先講這個居住問題 居住問題在他的任內迅速惡化 樓價飄升 很多市民在住屋的支出上百常加根 他到達到落任才說做些居屋 他亦都文不對題 因為他現在這個居屋 就是跟以前的居屋是不同的 現在就好像種小圓彩 因為他是用市價賣出去的 即使你種了居屋之後 你假以時日 你可以賺回一個叉牙 當然有個問題就是 你賺了一個叉牙之後 你自己都要找回屋 其實某個程度上就是叫某些市民去駁一駁 如果你的差大 你便可以有好處 其實在房屋的問題上 他都沒有回應到問題 他只是聽到一部分 被誇大了和歪曲了的聲音 就是上不了樓 但是對於很多人 根本都沒有想過上樓 或者永遠都沒有機會上樓 所以希望有一個騙瓦遮頭 即是說給一個比較能夠負擔 以及比較不要太差的居所給他們 即公屋 他真的想都沒有想到 其實現在才說每年起萬多個 夠不夠呢 就有客觀的數字去衡量 其實政府現在玩這個數字遊戲 就是三年上樓 三年可以減樓 不是三年上樓 三年可以減樓 你減了減不行 他便符合了三年減樓 出口術 有一個現在報紙 今日都有買八年都未上樓 出口術 現在實際上輪著公屋的人 就有十幾萬 而每年上樓有一萬多 你每年供應一萬多 你怎會有機會 三年呢 你怎會填樓 填樓 這真是完全是匪夷所思的 現在因為我們那個立法議會 聽說現在的人流行拿中產票 所以大家講完中產的要求 是多些的 原來居住的問題 就是因為上不到樓 而不是連租房也租不起 整個問題 就算不算是誤到 都很大機會扭曲了 扭曲和誤到 現在大家在爭著應 我們爭取居屋成功 其實這真的 沒錯 無論是民主黨、民建聯 都在爭著應 認屎應屁 他們兩位都戰職可觀 這兩個黨 一個就是贊成領會上市 就是造福賣民 令到租戶 小租戶 在小租戶之下受僱的人 以至公屋居民 一殼眼淚 搞到現在 在公屋裏面 想買便宜的又不行 想開店鋪 衛生又不行 想就地打工又不行 而由於領會接來做 亦都大量外判 令到原來做保安和清潔的人 更加宗作更加不穩定 身水更加沒有保障 都有的 兩者不亡多樣 兩個民仔 另外又有 就是贊成可加可減機制 所謂可三可減機制是甚麼呢 如果講公屋來講 就是以前有條房屋條例 當然是比較久以前通過 就是這個公屋租金 是不能夠超過公屋居民的 入息中位數的十分之一 如果超過了就要減租 就是這樣 就無謂可以就這樣加 現在孫明陽 這樣就得到兩個民仔的支持 又通過了可加可減機制 這些老實說 令人非常之無奈的事情 你其實都講到 兩個民仔 跟特首施政最大的關係 就是原來兩個民仔最終 都是對於政府的一些政策 投一個贊成票 是的 即是在施政報告一開頭的時候 譚耀宗就在這裏誇誇旗談 就說其實這份施政報告 他們都很讚賞 因為民建聯有百分之九十的東西都被他吸納了 真是好笑 有欲無榮就是民建聯的前主席 即現在我們立法會的主席曾玉成說的 就是他2003年受中共的指使 訓身支持一個23條 亦都在23條之前訓身支持老董 這樣他就覺得 你不成功我就跟著你不成功 你成功的時候 有事忠無疑無事夏迎春 我就做忠無疑 陰陽麵其實很相似 一邊陰一邊陽 整個邊臉 他就說有欲無榮 現在政府又反過來說我 我真是有欲無榮 你支持我 你就在那裏講呱其談 就說你看我多聰明 就是政府支持我 但是政府的壞事 你又罵政府 那你怎可以呢 其實小燕子選舉 錯綜複雜 特首要給免民建聯的主旨 中共 在小燕子制度裏面 民建聯又有集團票的力量 所以互相拉拉扯扯 以前董建華強勢 因為老江一句到尾 你可以不支持嗎 是吧 現在又不同了 因為老江已經 沒辦法支持 老董而老曾就是剃功 這個特首沒有人尊重 所以有欲無榮 這個說話就調轉了 即是當時 阿曾硬硬啃 阿江那隻馬 阿董那些東西 是吧 即是說有欲無榮 你怎麽搞 現在又調轉了 因為弱勢特首 特首在中共的官場裏面 在香港的有錢人裏面 沒有什麽實力 現在變成了 又到特首院了 你就是有錢人裏面 你又有錢人裏面 又有錢人裏面 又有錢人裏面 又支持我 即是大家看這齣戲都頗好看 每一齣戲 即是 即是 我記得好像有西片叫做變臉 突然間可以變 看到中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民主黨以前曾幾何時 我們不是逢是必反的 我們不是反中聯說 有九十幾個百分之的政府的政策 我都支持的 所以說新發財民建聯是有點棄倒的 他說百分之九十幾的你們那個 這個老曾那份財政宣言 百分之九十幾是我們提出來的 和民建民主黨司叔叔含收答答 有百分之九十幾我們都贊成你 所以你老實說民主黨輸選 他就是整天到氣都輸了 抵輸 你贊成別人的 別人說政府贊成我的事 真是麻煩他 抄水都有大抄和小抄 抄得比較抄小 民主黨始終整翻一次 2010年6月的時候 他建議這個方案 其實共產黨 高人指點了 叫他給回頭 共產黨就說 你不要這樣欺負你要 你自己 過來半推半奏 是吧 喜歡用你的時候 就叫你自己說 有創意 不喜歡你的時候就不是 所以 老實說 在小抄政事之下 各種生態 真是令人嘆為觀止 民主黨現在 左右做人難 他又不覺得自己做人 做人難 他只是覺得 我也是在一個困局裏 找出生存的空間 甚至很多時候都會覺得 其實我是被人誤會 其實我是忍辱負重 當然這件事 誰是誰非 大家都心生有數 我也是根據他做過的事 他說過的事 他投票的意向 來做一個客觀判斷 都不會堅持去吃死貓 又或者 都不會是家人奶喉 但是我想 大家有一件事 其實都很不滿意的 就是說 喂 很大程度上 就是被政府過了 政改方的出道來 後來 安排各方面 其實又不見得 你這個民主黨本身 究竟在整個過程裏面 有些甚麼 就是你說 我出賣了 整個 例如香港的民主運動 然後得到一些東西 得到一些東西 都算了 但是又不見得到 你得到些甚麼實質的東西 亦都不正確 民主黨就是 解了一個死傑 他怕 他自己中了一個魔咒 就是說 如果繼續爭持下去 覺得 人們會怪他 阻礙地球轉 他自己首先 這個心裡有鬼 就當人家有鬼 或者是鬼 就沒得說 他在2005年之後 現在看很多資料 維基解密都有說 就是羅次光很後悔 很後悔 就是當日 為何要聯同其他 那些傻子 去否決議案 他就覺得 其實應該早些讓步 所以 你看回頭 就是 民主黨 在2010年 希望有一個 和政府的協議妥協 就是 已經一早是 戰略上 他的構思 來的了 有沒有五區公投 都是這樣的 其實有五區公投 他就比較肉酸 當然 是吧 亦都要發明很多歪理 來 污衊五區公投 但是 可以這樣說 很多人都以為 就是 民主黨 就是所謂 我們稱為轉太 究竟 是不是五區公投 是一個 叫做導火線 但是如果你實際 看回整個民主黨 在 回歸以來 整個 民主運動發展 那個 我想是定位 甚至他們 的一些 做法 剛才都說過 就是 如果你民主運動 你不只是爭取 議會裏面的民主 其實甚至 我們會說 那個資源分配 能否達到一個 叫做 公平 又或者甚至 他支持的政策 或支持的方案 究竟是達至 這個 資源分配公平 還是最終令到 整個資源分配 更加不公平 所以 我們說 所謂轉太 只不過就是 政治制度 或者政治格局之下 的 變化裏面 其中一環 或者其中一個部分 但是 如果我們剛才 之前說過 領會的問題 公屋的問題 各方面的話 基本上 它和整個社會民生的民主 的路 可以說是越走越遠 民主黨和民建聯的 趨同化 即是說 越來相似 因為 當然 在政治上 現在他們 透過一起去支持 政改方案 更加是 坐馬一條船 將來 將來有什麼 那些 小恩小惠 餅碎之爭 當然會有 就算是 一個黨裏面 自己都會爭 這個問題就是 在於什麼呢 這個 民主黨很希望 拿新的票員 就是 所謂持平 理性 客觀 即是說 他們 是希望 去平衡 各方面的利益 但如果 一個這麼 專制的 軟專制的政權裏面 這個軟專制政權裏面 的支持者 就是那些 得益的 記得利益者 記得利益者 你怎樣做這個平衡 所以 他唯一的方法就是 爭取 他不是爭取 這個 一個 制度上 無論是起點的公平 或者是終極的公平 他是 覺得 你如果真的太過離譜 你當做善事都要做 所以就是 現在變成一個 就是 希望在 人家的承宴裏面 吃剩的東西 拿回家 打包 或者 雞骨 掉到地上 就馬上擔心他回家 所以 就是 我一開始說 民建聯 是朝氣蓬佩 民主黨 武器沉沉 說話都不夠大聲 原因是在這裏 而 民主黨到現在 他和商界的利益 都未掛到上歐 雖然間有商界 捐錢給他 而 商界的民建聯 藉著他在特區政府 得到回來的一些特殊權位 以至到 他和中方的關係 實際上是越來越和商界結合 所以他們提到的訴求 都是和商業有關 舉個例 我現在和葉國 去選 他就 說 整海濱長廊 在中西區 中西區議會 會提出的 所謂 將西環的海濱交給民眾的決議 後來 他搞的 又不是 又說要有 都是來為選票 以來 原來他裏面 是說要做整合 將西區海灣長廊 一些倉庫 一些碼頭 做整合 整合 做甚麼呢 就說要做一條單車廊 這個我不說 單車廣 最少 有些設施 但他說 要持續發展的概念 所以有百分之三十左右 最少 百分之三十左右 是營商的 商業會做 那 露了尾巴 露了尾巴 就說 誰有機會 做生意 小的做不到 是不是 要招標 或者要 跟政府商討 所以說 如果你說 有百分之三十最少 將來的海濱 要有經濟效益 才會向商業營運的話 即是說 做了兩件事 就是你沒有錢去到的時候 你是次等公民 很簡單的道理 是不是 所以你看看民建聯現在 朝朝其實都若有所指 他說 為大家說 其實 亦都在背後 是為了 在他們的建議之下 得益的財團做事 例如東九龍 搞另一個商業中心 很簡單 誰在那裏有地 是吧 誰會在那裏得益 都要知道 而那裏已經有很多 有很多樓箱 已經起了樓 在那裏 剛才說過一件事 就是其實 很多時政黨透過 可能區議會 裏面一些大型的發展計劃 他們得到一些資訊 但一件事就是 其實他們不斷推動 一種發展的模式 背後究竟是一種持續發展 還是其實為自己的黨 跟他有關 或者有關係 或者有好的一些機構 製造所謂商機 很簡單 你看民建聯邦的事件局 他們支持事件局 百分之一百 事件局裏面 他們都有責任董事 這個收樓條例 他們是支持的 他每一次說為民眾 其實最後都不是 講的時候 就是投票的時候不是 譬如現在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例 就是領會我們說過 還有 還有孫明楊救樓九招 他有什麼 略減縱援 他現在 在這個地區 經常說 重視老人的福利 喂 在當年 因為財赤 削減縱援 11.1% 是不是 已經不夠錢 用了 是不是 喂 縱援的用家 有一半是長者 而 三個老人 就有一個是貧窮的老人 如果你說 叫政府 因為省港少少錢 去削減11.1%的縱援 你是不是害老人家 因為 在這個分布裏面 有十幾個百分之一 就是 傷殘的 十幾個百分之一 就是單身家庭 十幾個百分之一 就是失業的 他有一竹竿打蛇船 說中援兩懶人 你說是否全家產 單身家庭是懶人 雙殘是懶人 老人家是懶人 其實中援兩懶人 這個說話已經很有問題 究竟 你是不是透過歧視 某些弱勢社群 來希望爭取這個選票 很簡單 他當時這樣可以將 社會被佔踏得這麼厲害的人 是妖魔化 就是當他是一個弱勢社群 這樣佔踏 是不是 不理事實 今天他佔踏 菲律賓的內容又可以 而信他那班人 又忘記了當年 削減縱援的 就是民建聯提出來的 有份和應 你問 很簡單 你現在說回 向左網 這個工聯會 作為一個工會 工會當然不等於是社會主義 但很簡單 這個工聯會是一個非常之特殊的工會 受中國共產黨領導 中國共產黨雖然現在變了質 假假的都掛著馬克思的象 你馬欣列斯翻譯局的書 第一句是甚麼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你怎麼會 跟自己的會員說 跟香港工人說 菲傭是禍港殃民的呢 他去了哪裏呢 這個真是好笑的 如果他們的邏輯成立的話 就是每一次有經濟危機 或者每一次 這個 既得利益者覺得 要找替罪高揚的時候 他就用一個弱勢者來打 我們打過的有甚麼呢 有失業者 老人 中門用戶 中門 雙塵人士 又有其他的受害者 居港權的問題 他又打自己人 所以你說 第一句奇怪 為甚麼這麼多人會 中招 砸人砸人砸人 都有些人在跟他 因為 其實這是一個小市民心 但我講為甚麼 這麼多人 會同意 有些是在大陸下來的 他們習慣了 大陸根本很歧視 非城鎮區民 尤其是大都會的人更加歧視 你在大陸有戶口制度 OK 你住鄉 住村 想入鎮 你真是很大鑊 現在可能好些 鎮都需要些人 如果你再入去那些所謂 市 或者直轄市 或者是院 院 院匯 你真是不用自己 可以 尋家保曾經說過 這個戶籍制度 是要取消的 人民一部 燈過一燈 然後立即見光死 現在怎樣取消 所以大陸下來的人 都覺得是這樣的 你為甚麼要來我那裏 是不是 他有幸來了香港 你為甚麼要來我那裏 不單是直觀的問題 制度的歧視 制度性的歧視 即是非我族類其身 不然我便繁榮過你 就算我在這裏 撿豬屎吃的 都比你更好 你來那裏搶我的東西 做甚麼 搶豬屎 是的 等於我看到 有時 見到一些人 欠一塊廢紙 打架一樣 有些清空人 覺得 婆婆去撿她的廢紙 是搶下欄 也有的 此其一 另一件事 你講到另一種香港人心態 就是 很直接想到 其實他對時事都是一知半解 然後 很可能就是 他只是為了 你知道 主流媒體都是 最主要播放建制派的意見 是的 你們那些 有位便播放 沒有位便扔到最後 然後 基本上 那些人很簡單 聽了文記說先 就信了文記說法 但文記說法就是事實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文記既然就是 要用種族主義 去對付那些菲律賓工人的 那些 不是 民建聯是過猶不求 其實整個問題就是 誰闖禍呢 基本法的制定就是 共產黨在回歸之前 由他一手一腳 委任的基本法草委 包括司徒華和李柱銘 後來他們因為八九六四的問題 就連同柴梁蓉和鄺港傑辭職 他們好像不是辭職 不過暫緩 然後人們就踢過去走 好了 控制了基本法立法 現在出了事的入境條例 關於外傭的管制 違憲 亦都是臨立會通過的 臨立會是甚麼 臨立會是六十個目嘴 都是由共產黨委任的 你自己一手一腳包辦了 弄了一個法律漏洞出來 而這個法律漏洞是充滿了歧視的 你自己不會修補 那十幾年 這是此其一 第二 法官你委任 是你委任 李國能去委任那些法官 當然有些是因為回歸 照程計過你 法官也是你的 大師說覆核 法官是把關的 如果沒有合理的理據 根本連覆核的申請都不給你 那又給別人 那法官 難道法官放水嗎 根本完全都說不知去哪裡 第二 現在我們說的 不要歧視人 我沒有說他一定要有居留權 現在他就說到歧視別人 他說他應該連申請都不可以申請 那很簡單 如果你不申請都不可以申請 你一定要改法例 是不是 難道你叫法庭扭轉來判 難道你行住人說不准申請 不是殺了人嗎 傻的 所以你覺得是野蠻到不堪 最大的問題就是 雖然他那麼野蠻 但是那麼多人都吃口水尾 又相信他那一套 所以這裏其實都很反映到一件事 就是回歸那十年以來 如果你說 我從一個一國兩制的推人 和這個落實作為一個標準 那好像似乎是香港人自己本身 出賣了一國兩制 就不一定 或者不是主要因為 爺在幕後搞事搞什麼 或者是這個疾區政府 在不斷出賣這個香港人理應 我想很多時候我們說一個制度的成敗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 只是針對 作為制度的建立者 和制度維持者之間的效能 或者做不做到那個目的 會否維持到這個關係 這個亦都未必是回歸之後才有 譬如以前歧視越南旋民 歧視自己帶來的同胞 我看那部電影是回歸之年拍的 有一個角色叫做六二年 就是那個人的姓六叫做二年 為何創作了一個角色呢 就是我記得那部電影應該是王華麒拍的 我不知道是誰拍的 因為六二年是廖偉雄做的 因為他在1962年透露下來的 所以他一下來之後 六二年之後下來的人都很歧視 沒有用的人 即是說中國那種籍貫 那種鄉縣 以至到看小鄉下人的心態 是一直都有的 而於急為裂的意思 即是說其實未有一個 其實你可以這樣說 未有一個政府可以無恥到 帶頭說這些話 政府可以無恥地說這些原因 就是他覺得這些說話一定有市民支持 但很可惜一件事就是 其實在整個菲律賓這個 即是居港權的訴訟裡面 那竟然很多部分香港人 竟然站在文記的立場 對於菲律賓的居港權有居港權 是產生一個非常非理性 甚至是一種種族的歧視 那這裏剛才長毛都說過 就是用六二年做一個例子 來講回就是六二年之後 落到來香港 然後對於以後的人那種歧視 無論是身份歧視 能力歧視 其實都是一個挺殖民地者的心態 即是說其實他落到來 那一字機設定了之後 他就是殖民地者 然後後來來的人 他覺得無論是能力 智慧 還不值得落到來 對於這個社會造成一種負擔 又或者好像政府 好像要養他們 好像要為他們付出很多東西 是否很大程度上 都好像一些殖民地者 對於一些殖民地 colonious 對於一些 佔滅了那個地方 那裏的人 進行一種劃分 進行一種就是 你下來 我給你下來 是給你面子的 其實我可以趕你走 其實你們是不應該下來 那種很殖民地的情況 其實為何會用 種族歧視的形式 或者是歧視家庸 會立竿建議 因為其實 種族性的歧視容易很多 因為你看到 直接看到 因為很簡單 一個鬼女要歧視我就很容易 因為我是黑頭髮 黃皮膚 即是容易 其實 在香港現在這個歧視 為何本身是階級的歧視 又變成種族歧視 就扭結在一起 就是菲庸本身是很認的 同是 菲庸整 由他六十年代來香港 一直有一個 就是社會衛戒的問題 他是非常低下的 那就可以打他 雖然現在有二十萬人 但是 那個衛戒低下 自己沒有辦法出到聲 那就要其他人 就是 和他一起去發聲 才搞得到 所以就是這樣打的 其實 等於我剛才說他打中門的一樣 就是 你這班人是養懶人 你真是吃失米的 一直一直這樣說 譬如 田北俊和我競選的時候 他都說 你不要說派餅仔 因為 你想想交稅的 甚麼人是我們 八點九十歲是我們交的 九十的稅是我們交的 打工仔有誰交得稅 有些沒有交稅的 對香港有甚麼付出 又不買樓 又不賺錢去買樓 對香港經濟有甚麼促進 他真的這樣說 所以如果你中了這件事 今天你歧視菲律賓的外傭 明天就歧視大陸人 後日就是歧視香港最無謀 賣不起很多人 也歧視我 但我會這樣看 另一件事就是 被歧視本身 他只有兩個選擇 一是繼續被歧視 被人排斥到場邊 你自己選擇究竟是自動消失 還是繼續被人打 但另一件事就是 其實 很多時被歧視本身 究竟很大程度上 他有沒有一種能力 或者有沒有一種意識 其實這種歧視不單止是無利的 甚至這種歧視本身背後 是對著那種傷害的話 他們有沒有一種意識去到反抗 問題關鍵就是說 譬如在台灣 其實那一種對 譬如說對國性傾向 對於不同族 或者蔣介石年代 對不同族人那種歧視 80年代其實是透過一種社會運動 透過一種集體行動 一種非暴力行動 是將這種不滿 將這種 尤其是 壓迫 透過一種小行動 將他進行一種反抗 所以很大程度上 一件事就是 究竟這班被歧視的人 會不會繼續 站在一個被動 或一個被歧視的位置 繼續被迫害下去 還是其實他能夠 透過一個具體行動 去針對那個說話的權利 我們稱為發聲權利 甚至是將一些 荒謬 無恥的一些言論 是將它反擊 我想這一個 是更加是 較為積極 或者更加具體地 是將這一種 不應該 這種社會歧視的情況 是能夠將它 能夠有機會 有一個停止 或者是終止的一日 否則的話 其實這種歧視 我們看回香港的情況 只會變本加厲 只不過是愈來愈加 愈來愈離譜 是不會再有一個趨勢 去改善 或者是將這種歧視的情況 扭轉 最好的方法就是 舉個例子 即是說私情報告 說周恩樂局長 文澤 你看到最荒謬的 就是整個制度裏面 其中一個 初學入局 就是破格提升 在新界東聯網 總監提升上去 看重了是甚麼呢 就是說他有幹勁 頭到得體 等等 他就做三件事 因為醫生要做三件事 就是食物衛生 加上這個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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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瑞倫就沒有事情做 因為那時候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都沒有內地的 政制事務局 他沒有事情做 做就做專做壞事 一個做到死 一個做不到 好了 周恩樂 後來因為官制實際上太差 就改了 不用他做社福 那些事情 即是不用他做了 市政那部份又移了一些出來 喂 很簡單 他做過甚麼 強醫金 即是強制醫療保險 胎死腹中 去到哪裏 不夠醫生 前線還要飽 不夠醫生 不夠護士 不夠病床 內地 內地 內地來生小孩 搞到大家不開心 還有 一個食物 孔雀食蠟 甚麼都有 那你做了些甚麼呢 好了 他掉下去 最成功是甚麼 就是快吸煙 反吸煙 因為吸煙 因為吸煙 是一個被妖魔化的弱勢群體 便不打他 令到大家都高興 你看看煙 多壞 或者自己的利益 利害全社會 要做越離譜 最初是說 控煙 控制工作場所 能夠吸煙 然後他便將他打荷包 越打越多 就說 逢是政府的事又不行 無論怎樣都好 例如露天都不行 政治正確性先 然後又要法定機構 加上公營部門又不行 總之跟政府有關的又不行 這樣搞 然後又說要加大加煙架 然後又怕市民帶煙回來 十九支 甚麼都想了 九絕 對 甚麼都想了 紅酒又減稅 當然這個紅酒減稅 跟他有關 就是一半 喂 餐酒或葡萄酒減稅 他做過甚麼 就是突煙聞 妖魔法煙聞 那飲酒都是無益健康 他做了甚麼 所以他整個局長這樣可以走得 那些人可以走得 那些人可以走得 所以你說官職是否糟糕 然後又看看孫明陽 又是最糟糕的例子 他在做港英的時候是做政制的 政制事務司司長 就為彭定安校犬馬之道 叫人們響應彭定安新九組 好了 到過渡 他又做了同一個職務 叫人去殺局 為所有的特區政制的倒退做辯護 是不是 殺局的時候曾經出現過陽相 就是說 因為那些保皇派議員 不知道在哪裏玩 不夠人 他在那裏拉布 是吧 由得他 凡太 好了 做完這個壞事 殺了局 搞到市政沒有人理 沒有像以前那樣 有一個民選的機構 而這個機構 這個議會 是有獨立財政的 市政事務處 是不能夠抗衡他的 即是有獨立的機構 去處理民康體和市政的 現在變成區議會 所以現在區議會做事好 第一 第二 現在市政局圍流下來 兩局圍流下來的工程 很多都未做完 十年了差不多 好了 做完這個壞事 就調他去做甚麼呢 就調他去做救市專家 宣九焦 即是董建華頂不順了 就說八萬五根本沒有了 跟著就說停建居屋 減建公屋 搞到現在這樣了 他任了做過甚麼呢 上來做過領會上市 開始了 開始了 可加可減機制 廢除了 廢除這個 保障公屋居民的租金 不會高過他入息上眼的十分之一 全部都是壞事 做完壞事 又走到大陸做壞事 教育 你在做過甚麼 國民教育 天怒人怨 三改四 聽好Cancanc 有甚麼做過 小班教學做不到 縮班校本條例 全部都是天怒人怨的 這樣一個局長 現在在洗臣 都繼續給他燃養天怨 繼續鬥錢 死不死 我想 一個政府的腐敗 很大程度上 如果我們怪 那個政府裏面的人腐敗 倒不如就要怪 為何你們不出聲 以為有飯好穩定的工 以為我寧願關著兒子讀書 如果你們做特首就當沒事 很簡單 逢軍師樂期最大 掌軍師樂期最少 掌軍師樂是沒辦法的 衙差 現代公務員 不做不擔 逢軍師樂是令臣 民建聯制 孫明揚那些仍是掌軍師樂 我今天講完這裡就完結了 有人說我教壞小孩 如果有學生通識這樣回答 我最多給兩分 五分給兩分 我另一個教壞小孩的例子 就是我朋友有一個兒子 八歲左右 有一天跟他父親說 兩分進不了大學 我不想上學 老爸問他為何你不想上學 他說我腳痛 他老爸你是不是真的腳痛 我說我是腳痛 他問媽媽我是不是腳痛 問飛鴻我是不是腳痛 大家都怕他 是呀是呀腳痛 不要上學 然後他再說 老爸我腳痛 我要絕學 我以後不讀書 然後他老爸說你有沒有搞錯 所以就是你這樣就行 我都已經脆脆的 他說阿哥 特首都是 他老爸說 特首都是說腳痛 全長文無百官 又軟式 大家都說是腳痛 你說誰教壞小孩 是吧 我的小孩真是對 你就厲害了 你一樣東西就教壞小孩 你說你現在是多少小孩 是呀 腳痛啊 頭痛啊 心痛啊 是吧 喂 董建華還不是教壞小孩 逢君思惡 答法會裏面所有保皇派議員 都說他真是腳痛 還有馬時肯頭痛 是呀 突然頭痛不做 然後去做台灣私募基金 做一家事 阿頭 多少人是這樣 是不是 這樣不是教壞小孩 我是堂堂特首 明明是 含收下台 其實很多港媽都教壞小孩 是不是呀 各位小孩 你不要讓我教壞阿哥 你不要說腳痛不上學 你這麼容易教壞 那你就不會壞下去 你是有所有的保皇黨 還有董建華 以及胡錦濤 這些能人 不要你那些食膠的人 喝的那些塑膠料 都是膠膠的算 那些人是教壞小孩 那你是不是教壞小孩 現在全國的小孩都說 那你就好 教壞就好 不上學 然後說不讀書 大家要拍手掌 就是好 我覺得你說 除了教壞小孩 說這句話的人 背後 其實你的小孩 敢而教壞 是不是你都有責任 是不是你都有問題 就是這麼簡單 多餘的阿哥 以前我去看笑片都是扔蛋糕的 是 不斷扔蛋糕的阿 曾志偉那些不是很噁心嗎 就扔東西到臉上 那裏 想聲報氣就是 難道我打你頭嗎 有沒有腦 各位朋友 總不知各位小朋友 你腳痛頭痛都好 看醫生 你就算是 你都說一天就好 不要董建華這麼無恥 好 我們節目時間到這裏 好 英圈圈 好 拜拜